在竞选总部举办宠物美容奖座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慎英抱着狗儿子通力献身 有营养士专业背景的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许瑞慈 也分享如何准备毛小孩的食物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 宠物就好比家人一般 蔡慎英强调如果顺利当选市长 将打造基隆成为宠物友善城市 趁着国庆廉假 蔡慎英也邀请知名的小青蛙剧团到基隆演出 让市民享受难得的亲子时光 蔡慎英特别向在场家长说明 营养午餐预算加倍等政策争取支持 蔡慎英也冒于和市议员候选人 陈怡及陈君佐合体到新一市场扫街败票 获得摊商及民众热情欢迎 蔡慎英 动帅 慎英 动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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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竞选对手接连邀请侯友宜及陆秀燕等 大咖陪隆扫街站台 蔡慎英强调市民才是主角 她会持续争取市民认同 希望让基隆更幸福 侯友宜来基隆来扫街 其实只有花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看起来就是在做秀啦 那不像我们去每一个市场 我们都认真的跟市场的每一个好朋友握到手 跟每个来市场谈下的好朋友握到手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市场许多好朋友 都对于基层出征的蔡慎英 这表示支持的 他们觉得一个市长应该从基层出征 才能真正的了解基隆 至于又有媒体发布民调结果 蔡慎英表示民调高低起伏 她会虚心接受持续努力 而从民调数据发现 大部分市民还没有真正做出决定 她会继续争取为表态市民的认同 最近有许多民调都表示出来 其实很多的市民还没有过最后的决定 那市应在这个部分继续来努力 但是这些民调 对市应来讲 有些市应是领先 有些市应很大 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续心接受继续努力 最重要的1126才是重点 我们会争取 不表态的市民来支持蔡慎英 一个从基层打平下来的 真正的为基隆打平的基隆 蔡慎英也在国庆日当天 提出一区一拖婴政策 未来要在基隆各行政区 建立至少一个公共拖婴中心 希望帮助年轻家庭 照顾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道